千万不要相信导航 要看路边的指标 导航会带你到这个路口 然后走错路 往先锋日月洞的道路 十分狭小 会车点也很少 开车来的朋友要心理准备 导航请先设定 后壁山石头庙 在导航先锋日月洞 直接导航日月洞 会带你走错路 车子请停放于停车场 不要开上去 上面是私人土地 从停车场往上走五分钟 就可以到达先锋日月洞 哇 喵喵喵 等着带你走错路 怎么办 离开车 听说有一个神秘的地方 走完一圈可以让人天伏天授 到底是什么神秘地方 就让我带你们前往 今天要带各位来探索先逢日月洞 目前就在洞门口 背后这里也就是入口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哇这个入口小小 客厅 客厅全部用石头打造 一体成型 离开客厅之后 往前继续前进 这墙壁还要打洞 非常的通风啊 正前方 可以看到以前他们的床铺 放大来看 再放大 右手边 这里是放竹台跟手电筒的位置 算橱柜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哇神秘的地方 前面就通往出口 前面就通往出口 天和观 日动月动出口 哇 往上排 可以看到上面有蝙蝠在飞舞 但不用怕 蝙蝠只会咬坏人 看我的脸就知道 哇是好人 玄妙观 来这边看起来看看 玄妙观 来看看到底有多玄 多玄 玄妙观 哇真的很玄 真的很玄 可不可以 放进去一下下就好 玄妙观 真的是又玄又妙 玄妙观 哇这还真的非常奇妙 这个洞小小的仙庄过来之后 再一个弹跳 弹上来 经过玄妙观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哇 哇 经过玄妙观 继续往前走 左边这里没有路 要往左边 哇 哇 这个要蹲着走 真的是不容易啊 看一下这个痕迹 这个是一工一辅一招 一招一招 给招出来的 这对于高个子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吃亏啊 这对于高个子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吃亏啊 哇 哇 这边竟然有个楼梯呢 哇 走上来之后又要钻下去 哇 这个不好走 哦 一只脚先跨过去 下一只脚再跨过去 勇闯片核观 哇 这片核观难度很高啊 哇 哇 哇 好累的一关 经过偏核观 继续往前探路 这有点小猪啊 身高對你來說 對你的身高不利 哇 日洞 竟然需要用狗爬式的方式通過 哇 日洞 這洞走那麼小 看我用狗爬式的方式轉過 短短的50公尺 正常10分鐘的距離 竟然要花半個小時的運動量 這運動量還真是驚人啊 現在來到躍動 躍動的特色就是需要側面走 這對於身高來講啊 越高的人是越不利 躍動 哇 這躍動非常狹窄 聽說要側面 側面的方式才能夠通過 螃蟹走路 欸欸欸欸 過了躍動之後 就來到最後一關了 哇 這裡面蝙蝠好多喔 哇 看到光明的亮光 來到最後一關了 滑山出去了 看你去不去出去了 好 哇 終於走出去了 哇 終於看到這個世界的光 哎呀 用爬的出來 萬歲 這個世界是光明的 喔 到爬爬 爬爬的第一個感想就是 真正是有淺火收到啦 下山經過厚壁山服藏廟 這裡是一間有名的石頭廟 進來參觀一下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為止了 感謝各位收看 拜拜啦 謝謝